一 由袁霍成博讲 才三口卧龙掉笑 诸葛亮跪在周瑜的灵前 哭着念这个记文 开始诸葛亮来到灵堂这 亲手碾香 亲手针上了这个记酒 然后一掉泪 这江东的武将都生气了 亲说诸葛亮 你别来这一套 你这全都是假的 你要是跟我们都督真有感情 你也不能把我家周瑜都督活生生给气死 演这个戏干什么呀 众武将愤愤然一个个是气恨难平 诸葛亮念完了记文 福利大哭 在灵堂周围站着的这些人呢 就没有一个不掉泪的 那些武将呢 那眼泪早就止不住了 全哭了 主要这篇记文是太感人了 那句句字字 充满了对周瑜都督真挚的感情 称颂周瑜一生中烈 才华过人 这周瑜一死啊 诸葛亮失去了知音 记文中称颂周瑜 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军事家 音乐家 美男子 恐怕整个江东 也写不出这么一篇记文来 怎么回事呢 不是学问的高低 而是感情的深浅 通过这篇记文 可以看出 诸葛亮最了解周瑜了 记文说 恭敬都督年轻轻的这一死啊 是世人皆悲啊 没有不哭的 我作为是周瑜的个老朋友 更是悲从终生 痛哭得我心都疼啊 恭敬今日要有灵啊 你就喝我一杯祭酒吧 尝一尝 我得祭礼吧 你幼年好学 聪明绝顶 自从接交了孙策孙伯福 你要保孙策定大业 格据江南 你恭谨为人是仗义书才 临世不苟 你很早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你青少年时代 你就有蓬飞万里之志 等到你壮年时期官拜江东水军大都督 威震八丘一带 使刘表都感到不安啊 恭敬的风度潇洒 你是一位很出众的美男子 才德配小桥啊 江东二桥那在后汉三国时期是绝色家人啊 你恭敬 德配小桥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我尤其赞佩的 是恭敬你的气概 你气概不凡他 就是说 不示弱 不屈服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阻止孙权送则 曹曹在火烧赤壁之前 让孙权把孩子送个许长去 孙权当时没主意了 看来要不送这个孩子 这江东就难保 为此他和周瑜商量 当时周瑜是竭力劝阻 绝不能怎么办 你为一郡之主啊 怎么能纳致于人呢 你把孩子送到许长去 等于放在那一个人质 今后你就得牢牢实实的 听从曹曹的指挥 他让你怎么办 你得怎么办 不然 他就要把你的孩子给你杀了 说我不送 那么曹曹要来打咱们江东怎么办 周瑜一听了就打吧 曹曹你别看他注入中原 平定北方 来到江东啊 他不一定怎么样 他不来得已 来了 我就让曹孟则是骗甲难违 果然 赤壁大战 把曹曹杀得大败 这要没点非凡的气概 你做得出来吗 送子为智啊 送七为智 他也不敢管啊 你爱送谁送谁吧 能保存我的性命就行了 周瑜可不是这样 三江口蒋干前来游说 您在群英会上挥洒自如 表现出您那超人的智慧 非凡的雅亮 才使蒋干盗走一封假说 使得曹操中了您的妙计 杀了蔡茂张云两个都督 等于自断其壁 这是曹操致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公斤你红彩大料 文武双全 今天你虽然死了 可是在当时火烧赤壁那阴寸的雄姿 犹如在我的眼前 公斤过早的去世 使我躺下血泪 你周瑜忠心可见 气贯长红 命随短 可是你明锤百事 我今天在这哭你周瑜啊 是情真意切 痛不欲生 如今哭你周瑜的 不是我诸葛亮一人 而是天哭地痛 三君皆悲 我作为你的一个老朋友 更是泪水难尽 我诸葛亮不才 在江东求谋的时候 我助你破曹 可是破曹之功 全赖功锦 你呢 正因为你敷隐筑记 指挥若定 以少胜多 把贤贺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 当时我们想了 并肩重复汉事 成鸡脚之士 首尾相顾 孙刘两家永远联合 这样那样的话 我们将不可战胜 曹操必灭 汉事必兴 可是今日 君已早亡 对我们聚曹 是个最大的损失啊 我哭你呀 公锦永迭了 今日你魂如有灵 我心可见 公锦一死 从此天下 我诸葛亮 再也没有知音的人了 这知音可了解 一个是情投意合 互相了解 是个知音 怨恨者也是个知音 周瑜活着的时候 不是总想要 把诸葛亮给杀了吗 诸葛亮 把他视为自己 平生 一个最大 最了解的知音人 所以今儿个 他在灵堂这儿 哭得才这么痛 诸葛亮读完了纪文 是放声大哭啊 哎呦 把在场的江东文武 哭得心这个酸啊 一个个情不自禁的眼泪 是夺旷而出啊 都哭了 有些人还在想啊 这事怪啊 人们都说周瑜都督和诸葛亮不怒啊 脸儿不合 那今儿个诸葛亮先生 怎么哭得这么悲戒 看来说人家二位不合呀 那不过是个传说 这传说不可执心 不但众文武这么想 就连鲁肃心里也直琢磨 他一边劝说孔明 可自己那眼泪也止不住啊 他怕孔明哭坏了身子 鲁肃心想 这位诸葛先生对我家诸葛如此深情 恭敬对人家呢 显得量就有点太窄了 哭记之后 诸葛亮又在灵场 给周瑜守灵 守了一个时辰 荆州对江东这礼节 够重的了 暂有吗 然后鲁肃这才在前庭设宴 款待诸葛亮和赵云 江东那些武将啊 不像刚见赵云那时候了 您这个眉毛瞪着个眼睛 一人一肚子恶气 现在啊都客气了 这个得跟酒 那个得布菜 赵云也不敢多喝 喝醉了 军事怎么办呢 我干嘛来了 该应酬还得应酬 鲁肃陪着诸葛亮 痛饮了一番 这回鲁肃说了 他说什么呀 诸葛先生 我去了好几趟荆州 每次去了您都挽留我 由于江东事务多忙 我也总脱不出身来 那么这次呢 您来的我们柴桑了 您该多住显日子了 诸葛亮点头一笑 自定了 我跟你一样 你我各位其主 我不能在柴桑这儿耽搁的时间太长 唯恐主公 放心不下 哦 鲁肃也不好深留了 吃完饭之后 诸葛亮告辞 鲁肃率领江东文武 相送一程 给送出老远 这才拱手而别 诸葛亮跟赵云呢 来到了江边 回头一看江东文武都回去了 诸葛亮这才告诉赵云 子龙啊 咱们不能马上就回荆州啊 因为来的时候跟主公都说了 咱们来到柴桑一位吊孝 二位访贤 孝现在已经吊过了 不过贤人咱们还没访着呢 这么办吧 把军校先打发回去 留下一条船 再留十个老军 你也在这儿 咱们单隔三二日再回荆州 子龙你看怎么样 就一军事 干嘛先把这些军校打发回去 五六百人到处访贤 那目标也太大了 诸葛亮安排的很周密 那咱们先上船吧 说着 子龙扶着孔明军师要上船 刚一登票 就听远处有人说话 哈哈 好你诸葛亮 你活生生的气死了周瑜 今日又跑来柴桑吊销 你欺江东无人 欺江东特善 诸葛亮 诸葛先生从来还没害过他呢 今天让这几句话说的 心里头咯噔一下子 听说这是谁啊 站在江边给我这么招招 军师身边的子龙将军 也吃了一惊啊 他敢忙手 我按配件 一回头 几乎两个人是同时把身子转过来 诸葛亮 举目 他们一看 不看 则已 这一看 他是仰天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呀 这可真是踏破铁鞋 无迷处 我正想为了你不顾风险在江东单隔几日 没想到今天会在这碰上 可谓奇遇啊 诸葛亮这几句话 把身边的赵云给说上了 哦 难道说我家军事所要访的那位贤士 就是这位吗 赵云龙眼神戏看 只见从江边 安手挺胸 大袖迎风走来一人 见此位身量不太高 头戴竹冠 身穿道头 妖术私掏 足灯速履 等走的跟前一看啊 把赵云下了一跳 怎么了 看这位生的形象太古怪了 也太困难了 见此位生的是短眉毛 圆眼睛 翻鼻阔口 黑面短须 一双圆宝耳朵 他的鼻子翻得太厉害了 这是长在脸上 要摆在桌子上 可以当相对 哎呦我天 这下雨还不得吹水上啊 赵云真想笑 没敢笑啊 怎么 他看军事跟这位说话这么热情 自己怎么好笑呢 这位伤的本来就很古怪了 他那嘴还总撇着 脸上带着那么骨子 说不出来的傲气 孔明 你为了找我 真的能够在江东耽误几日吗 呼 这位派头不小 诸葛亮啊 对这位十分客气 过去赶忙大功实礼 赵云和军校都愣了 我说 啊 这位谁啊 不认识 咱们军事怎么跟他这么客气 不知道 看那样这位很有学问 有学问的人都这模样吗 也不一定 那军事为什么见他这么客气呢 嗯不清楚 这时诸葛亮给赵云引荐 子龙 过来 我来给你见一见 这就是 唐总 唐世元先生 这是我家主公手下 德义大将 赵云 赵子龙 哎哟 赵云弄了 这可真正应了那句话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凉 大名鼎鼎的凤厨先生 唐世元 就是这位呀 赵云敢能插手十里 庞统还了礼 随后 诸葛亮与庞统 携着手 登跳上船 二维在船舱里边一坐 去开了离别之情 怎么这么熟悉 当然熟悉了 福龙凤厨 还有崔周平 黄成燕 这都是水晶庄上的常客呀 自从战乱以来各笨东西多日不见了 所以建筑格外亲热呀 世元啊 你在赤壁之战立了这么大的功 你上哪儿去了呢 嘿嘿 孔明 说来 一言难尽 真的 庞世元献完连环祭之后哪儿去了 这庞世元呢 是很高明 他献连环祭的时候 他不是跟曹周要了张布告吗 他是以备万一呀 说是你曹丞相 一旦得了事 你不要杀害百姓 曹周说我不能啊 庞统还不放心 最后跟他那儿要出张布告来 庞统准备着战乱祸起的时候 把这布告往他门口一贴 后来这布告没用上 周瑜一手胜多 赤地取胜之后 孙权不是大赏文武吗 庞统这个人很特性 你想着趁着这个乱乎劲 一大堆都这么赏一赏了 他不干 他回避了一下 今天听说诸葛亮前来柴桑调校 他是诚心诚意 来看诸葛亮来了 哦 诸葛亮来柴桑 庞统知道 哎哟 您别看他没露面 当今所有的大事 哪样也瞒不了 这位庞统先生 他看曹走 孙权 刘备 那如同纸上温温 今天在江边一见诸葛亮 老有重逢 呵 这话是滔滔不绝 畅谈了一番 诸葛亮就问他 石元 那你下步打算怎么办呢 哎 庞统想了想 我也没有什么打算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最近这个腿脚也比较懒 我也不愿意往远处走动 哦 诸葛亮就明白了 听这话的话音啊 这位庞统先生 要投奔孙权 这么说 你是想投众谋啊 哎 孔明 实话跟你说吧 我的家 由襄阳搬到了江州 为了避乱 我也不愿意搬回去了 别墅我一看 也都是乱糟糟 我哪儿也不愿意去 我还真想去找孙权 哎 孔明 你乐什么呀 我看你投奔孙权 孙权将军 不会这么用力 是吗 怎么兼得呢 庞统定问了两句 孔明不说了 这么着吧 石元 我给你留下一封书信 等你见过孙权之后 如果他重用阁下 别的话咱就不说了 如果不重用 没把你放在眼里 我希望 是原你啊 赶快到荆州来 你我朝夕相处 共同辅佐 皇叔 黄叔刘备 刘玄德 此人人得宽厚 爱民如己 深受百姓 深受百姓拥戴 将来他的霸业必成 庞统一听 庞统一听 那我多谢你了 孔明当即 给庞统写了一封书信 两个人 这才拱手而别 不提孔明 回京州 再说江东 无主孙权 让鲁肃啊 把周瑜的灵鹫 犹打财丧 运回故土原籍 哪啊 卢江书城 就是现在的安徽 卢江西南 孙权亲自率文武 到书城 给周瑜隆重安葬 然后 是后续周瑜的子女啊 周瑜有两个儿子 斩子周寻 赤子周印 然后孙权 又安慰了小乔夫人一番 他这才离开书城 回到吴郡 鲁肃提醒孙权 要继续招贤纳士 您别看 恭敬推荐我 做水军都督 我的才华学识啊 是远不及恭敬啊 哎 孙权轻轻叹口气 子敬 我现在心绪很乱 但那招贤馆 不是还开着呢吗 哎 主公光凭招贤馆不行 您得休闲 访贤啊 我江东 尚有闲事吗 哎呀 不得很 我给您推荐一位吧 此人姓庞 名统自试员啊 您知道 恭敬生前 赤鱼兵一战 火烧战船 谁建立的第一宫啊 就是这位庞统先生 是他 到曹操水寨 献的连环祭 曹操才把那战船 用链子拴上 不然 随有诸葛戒风 恭敬用计 享胜曹兵 恐怕很难啊 哦 对对对 我听恭敬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人 这个人可以找到吗 就在咱江东这住着的 那你把他请来 让我见一见 好 鲁肃高兴了 是功身领命了 回去之后 立刻派车马 就把这位庞统先生 接到自己这来了 先让庞统住在这 鲁肃想给这位庞先生换回衣服 叫他收拾收拾 庞统啊 不休蝙蝠啊 没关系 我就这样 孙权不是要见我吗 我就这么去见他 我想孙将军不会一招取人啊 鲁肃也没强求 就把这位给陪了来了 鲁肃想让庞统啊 和孙权单独谈谈 自己回避了一下 孙权一见庞统 当时就要腻了 这人怎么长得这样啊 庞统这人呢 还不会呢 携奸产孝 是赶忙上去满脸 陪笑 打工失礼 做不是作战 不是战 成荒成恐的那个样 庞统 庞统来不了这套 他见着孙权呢 只是拱了拱手 然后没怎么让 他坐那儿了 孙权这气 心说 这人真是怪啊 倒是挺不见外 哦 您就是 庞统庞世元 凤楚先生 庞统轻轻点了点头 没说话 把脸望起 这么一扬 才要不扬脸呢 孙权这伙还小点 这下就更腻味了 不知庞先生 平生所学 以和为主啊 庞统为然一笑 孙将军 我的学识啊 是不被拘止 随机应变 孙权一听好大口气 但不知凤楚才学 比龚锦如何 孙将军 我这所学 与龚锦大不相同 什么 孙权听着 蹭掉 我就撞上来 真就在按捺不住了 怎么回事 因为孙权呢 他平生 最喜欢的 就是周瑜 他瞅周瑜啊 是看哪哪 顺流 与龚锦攀谈 终日不倦 不思饮食啊 要和周瑜谈起来 也不渴也不够 越谈越高兴 周瑜在孙权的眼目中 那是一个奇才 今天庞世元 敢这样狂妄的 坐在他的跟前 说他的学识 和周瑜大不相同 言外之意 就是他比周瑜高明的多 孙权气坏 这人的口气也太大 心说你再瞧 你这长相 请先生且退吧 待我江东有用先生之时 众谋 必来相请 少赔 说完了 站起来 手了一倍 进礼屋了 哎呦 孙权把这位庞先生 给干在这了 鲁肃在门外边那站着呢 鲁肃赶忙进来了 安慰庞世元 这位庞先生 叹了口气 哎 上下看了看鲁肃 转过脸 又看了看礼屋 直到孙权在里边待着呢 嗯 然后庞桶摇了摇头 也把手一背 溜达出去了 鲁肃赶忙追的礼屋来了 哎呀 周公啊 我向您推荐这样的大贤 您怎么会对他如此冷淡 哎呀 子敬 这庞桶是有其名无其实 这个人是十分傲慢 哎呀呀 周公啊 您对贤士怎么能这样 休贤应该离贤下士啊 古之文王 求贤于渭水 访江太宫 金之流备 三顾毛鲁于南洋 未请诸葛亮 您可要知道 水晶先生曾经跟刘备说过呀 福龙奉厨 二人得一 可安天下 如今福龙已经保着人家刘备了 奉厨先生就在咱的身边呢 您可不能不用 那庞桶庞世元 您别看其相貌丑陋 此人浮饮朱鸡呀 上小天文下之地利 这次赤壁大战 多亏庞先生巧见连环计 不然 我们江东是难以取胜 恭敬生时 经常体验此人 诸葛亮对他也是念念不忘 这样的大贤大财 我们不能革职不用了 望主公三思 哎 祖敬你算了吧 庞桶献连环计 我知道 就是他不献这个计 曹操也得把战船 钉在一起 怎么坚持呢 你想啊 曹操所带的人 哪都是北方军校 不识水性 他们运船 所以曹操才把这船都连在一起 怎么能把此宫归于连环计 子姜 你不必多说了 不管你怎么说 庞桶其人 我是坚决 不用 小桶 儿子 大